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执行安乐死 而只要他进这间简朴的楼房 等于按下人生最后的停止键 傅达人表示能够讨好安乐死实属不易 在这一路病痛折磨的路途中 傅达人每天祷告 生怕来个墨衣中童叶福麻菲太多 跌倒痛死 或其他任何伤病痛死 都将无法获得安乐死 能活到八十五岁又六个月六天 已让他非常感恩 宾迪说谢主安典 余末也坚决表示 贪婪三零零末 可此苏离世 心中有平安 也没有遗憾 而少早去苹果报导 傅达人最后身影包裹 搭上专车 他在上车前手指笔天 以私宁是感谢上帝 并喊我们一定要打赢这一仗 此外前的自理数全 也一路吃自拍棒 一路赔罢 常面温馨却又爱妻 自由电子报关心 赢自杀不能解决问题 勇敢求救并非弱者 社会处处有温暖 一定能渡过难关 傅达人透露的人在瑞士 准备实现最后心愿 白色自傅达人脸书 礼数圈 作诵傅达人最后一程 白色自脸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